本期《非常无聊》与您分享的是一本书 《后真相时代》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想要了解一件事情的真相 变得越来越难 每当有大事件发生 我们今天听到一个说法 明天就来了一个大反转 各种各样的说法 时而让我们焦虑 时而让我们愤怒 他们可能彼此矛盾 但总能迅速调集我们的情绪 让很多人还没搞清楚真相是什么 就稀里糊涂地站了队 这种真相和逻辑被忽视 情绪主导舆论的情形 就是我们要说的后真相 后真相时代的核心内容是 一、为什么竞争性真相能够误导大众 二、如何避免被竞争性真相误导 如何积极负责任地利用竞争性真相 本书作者麦克唐纳是英国商业咨询专家 他认为真相就像一个多面题 别有用心的人只会描述其中的一面 一个人即使说的都是真话 也可以对真相进行刻意地挑选、裁剪和操纵 在我们的身边 小到社交媒体上被贩卖的焦虑 大到英国脱欧公投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些国际政治事件 后真相的案例比比皆是 遇到类似的事件 人们会讨论和论证 到底是谁说谎了 但实际上 故事的主人公有时根本都用不着说谎 这本书引用了英国广播公司一位播音员的说法 他采访过很多误导过大众的人 他说说谎常常是没有必要的 你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 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 他们都没有说谎 都使用了真相 但这里的真相 其实是竞争性真相 拿互联网来说 就有两种常见的描述 互联网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 互联网加速了错误信息和仇恨的传播 对我们来说 这两种说法都对 可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互联网的人来说 他最先听到的那个说法 就是互联网的真相 简单来说 有人对你描述某个事物的时候 要是只告诉你其中一个维度 这就是竞争性真相 人们会被竞争性真相误导 一个常见原因是 把某个单一视角当成了真相的全部 那么 真相是如何被挑选 肢解 扭曲和掩盖的呢 麦克唐纳认为 后真相有四种表现形式 分别是片面真相 主观真相 人造真相 何为之真相 片面真相 就是每个人在沟通时选择出来的真相 他们是真实的 但不完整 主观真相 就是人们从自己的感知和判断中得出的真相 具有主观性 可以被改变 人造真相 就是人们一手打造出来的真相 比如给一个事物起个新名字 或者改变某个词的含义 为之真相 就是你觉得 在未来最可能会发生的真相 它还没变成现实 但你相信它会成为现实 这四种真相 其实有一个暗藏的逻辑 那就是人工痕迹越来越重 假如一个人跟你讲述一件事时 说了很多 他怎么重新定义这件事 他的大胆预测是什么 你就很容易知道 这都是他的一家之言 人工痕迹中的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 比较容易识别出来 反倒是 片面真相和主观真相不太容易识别 容易让我们被误导 接下来我们就将逐一为你解读 先说第一种 片面真相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获得的大部分信息 虽然是真实的 但没有传达出完整的真相 而是被选择过的 裁剪过的真相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会导致片面真相的产生 第一个原因是 事物的复杂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 即便是最平凡的事物 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很难看到全貌 所以在认识一个事物时 我们往往会漏掉很多重要的方面 这就好像盲人摸像一样 每个人都没有说谎 但是每个人所描述的 都只是大象的局部 导致片面真相产生的第二个原因 是事物的背景 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 取决于背景 而不取决于事物本身 这里的背景指的是 与一件事物有关的因素 既包括历史因素 也包括现实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我们的看法 进而影响我们的行动 比如 当我们想要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 一份工作的时候 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 他过去的成长经历 他当下的家庭状况 都构成他的背景信息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我们对他的看法 导致片面真相产生的第三个原因 是貌似客观的数据 我们经常觉得数据是客观的 殊不知 在传播的过程中 只要有一个数据 选择不同的统计单位和统计方式 就会造成非常不一样的传播效果 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为了夸大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 在对国会的报告中说 一共有9400万美国人没有工作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9% 这个失业率相当高了 而实际上 这9400万人中包含了所有16岁以上的学生 退休人员以及那些主动选择不工作的人 而其中被动失业的人数 只有大概760万还不到 这就是关于后真相的第一种形式 片面真相 事物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对背景的不同理解 以及对数据的不同描述 都可能让我们只看到片面的真相 而无法接近事物的全貌 后真相的第二种形式 主观真相 作者所说的主观真相指的是 会受道德 吸引力等主观因素影响的所谓真相 当你宣布某件事物很好 很有吸引力 或者很有价值时 你其实是在表达主观真相 由于这种真相是主观的 所以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让自己改变饮食习惯 多吃蔬菜 专家会建议与其努力地克制欲望 不去吃高油高粮的食物 不如先在心里告诉自己 低油低糖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蔬菜很好吃 我很喜欢吃 而这种主观暗示 也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让它分泌出更多的激素 增加我们在吃健康食物时的快感 同理 在面对一份有难度的工作时 如果我们能先从主观上改变对这份工作的看法 更多的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份工作 我们就真的能够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中 体会到更多的快乐 我们的主观认识 由此就成为了真相 利用主观真相的一个典型案例 就是人们对钻石估值的变化 今天几乎全世界都觉得钻石是一种稀有的 可以传世的东西 值得我们花大价钱去购买 而且最重要的是 钻石还象征着纯洁的至死不渝的爱情 但事实上在一百年前 大多数普通人对钻石没有什么实际需求 对钻石的心理估值也很低 二十世纪以前 普通人很少看到钻石 只有少数富豪才会收藏它 西方的普通人对钻石没有什么实际需求 也不认为它值得花大钱购买 但在今天 四分之三的美国新娘都会带上钻戒 钻戒的价格很稳定 而且很少有人会卖掉自己的钻戒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叫塞西尔罗德斯的英国人 和他的公司戴比尔斯了 简单说 南非开采出大量钻石 钻石价格大幅下跌后 塞西尔和戴比尔斯垄断了南非的钻石市场 为了避免价格走低 只要出现了新钻石 戴比尔斯都会想办法控制住 然后营造出钻石稀缺的假象 此后的几十年里 这家公司规定了钻石的市场价格 但新的问题来了 他们积压了大量卖不出去的钻石 怎么办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 有大量的普通人愿意花大价钱购买这些小石头 买到以后还不愿意卖出去 因为 如果人们在二级市场大量出售钻石 钻石的整体价格同样会变低 听上去 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 戴比尔斯居然做到了 他们利用了主观真相 改变了人们对钻石的主观估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戴比尔斯和广告公司携手合作 他们采取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阵势 把大钻戒和真爱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杂志 电影 全采广告 什么媒介都用上了 还留下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语 那就是钻石横九远 有人开玩笑说 这句话成了很多男士钱包的噩梦 这句广告词其实还暗示了 卖掉钻戒是一种对爱情很不敬的行为 以上就是后真相的第二种表现形式 主观真相 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群体 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 而且很多时候 这些看法是可以被利用被操纵的 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是 关于后真相的第三种表现形式 人造真相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事物下定义和起名字 而这些定义和名字 又常常会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 因为这些定义和名字都是人造的 所以叫做人造真相 为什么下定义和起名字 能影响到我们了解真相呢 人们在给事物下定义之后 经常会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去利用定义 从而回避了本来的真相 或者是误导了信息的接受者 定义有时候也会被用来误导信息的接受者 很多品牌 在做广告的时候都喜欢用上科学证明 这样的字眼对于心存疑虑的消费者来说 很有说服力 可是 作者问科学证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假设一款止汗剂 说科学证明本产品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缓解过度出汗症状 你可能并不知道它到底承诺了什么 这种止汗剂是否只在极端情况下有效呢 缓解 又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还举了很多个例子 瓶装水品牌也喜欢标榜自己含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这个说法没错 但对消费者也有误导作用 因为瓶装水中矿物质的浓度太低 对你的健康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 想要获得每天所需的矿物质 你得喝掉一整壶的矿泉水才行 最后 我们说说后真相的第四种表现形式 未知真相 它指的是不同的人 对未来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未来变成现实之前 只要我们无法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那么所有这些看法也都可以被看作是真相 并且对现实产生影响 导致未知真相产生的因素 主要有两个 一是预测 二是信仰 人们基于不同立场 往往会对未来做出不同的预测 还会根据预测采取不同的行动 因为这些预测对现实产生了直接影响 所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真相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先发之人 战争和预防性战争 这两种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是相似的 就是说A方和B方本来就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A方预测到B方未来会攻击自己 所以就抢先攻击了B方 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先发之人 战争对抗的是迫在眉睫的十分明确的威胁 而预防性战争对抗的则是比较遥远的 不太明确的威胁 所以先发之人的战争 往往显得有充足的合理性 而预防性战争 却常常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诟病 但是这样一来 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比较遥远的威胁之间 就留下了一个难以确认的模糊地带 因为政客们误导舆论留下了空间 他们常常利用话术在做出预测的时候 把预防性的战争说成是迫在眉睫的先发制人战争 比如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 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手发动了海湾战争 理由是他们预测伊拉克 很快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美国或者欧洲发动攻击 但是 硝烟过后 他们的军队并没有在伊拉克找到这类武器 由此也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指责 不过英国首相布莱尔却继续坚称 他们是根据真相行动的 因为如果萨达姆侯赛因不被消灭的话 那么他即使是不会马上攻击西方 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攻击西方 对此 我们不得不说 布莱尔在这里所依据的显然 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未知真相 你没有办法说 他的预测是错的 因为它确实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 这是没人能说准到底在哪一天会发生 我们知道 后真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人们的喜则 影响行为 如果你也想说服别人 改变别人的行为 怎么办呢 一个方法是 建设性的借鉴误导者的方法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看看作者是怎么做的 丘园是英国的一座皇家植物园 历史悠久 现在主要负责研究和保护植物和军类 长久以来 丘园都需要英国政府的资助 差不多每年2000万英镑 2015年 丘园出现了资金短缺 雪上加霜的事 英国政府准备削减对丘园的资助 事态紧急 丘园必须找到政府继续提供资助的理由 丘园的园长理查德就找到了本书作者 请他帮丘园设计一个新故事 先来看看原来的园长是怎么讲述丘园的故事的呢 他总是以丘园的历史开头 然而 在作者看来 尽管这个皇家花园的历史都是真实的情况 但他并不是能拿到政府资助的故事 英国议员和公仆们 原本就认为丘园只是历史遗产 除此之外并无什么特别的价值 作者是怎么设计新故事的 他先使用了忽略背景这一招 他设计的故事 一开头根本不提丘园 而是从当今世界面对的挑战出发 比如气候变化 可持续能源供给 食品安全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许多植物都能发挥作用 但问题是 这些植物正在消失 在他的讲述下 丘园可不是什么历史遗留下来的皇家花园 而是一个 具有独特重要性的全球科学资源库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数据库 还拥有植物科学领域的顶级专家 丘园与全球的研究机构 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丘园园长的讲述视角着眼于历史 作者的讲述视角着眼于未来 这时的丘园就不再只是一座漂亮 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维持的传统花园 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组织 蕴藏着帮助人类解决自身难题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新故事的帮助下 英国政府不仅继续给丘园提供2000万英镑的资助 还给重要项目另外拨款5000万英镑 真相是复杂的 它可以被操纵 可以被挑选 也可以被裁剪和扭曲 而我们所处的 是一个真相总是被利用的后真相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我们应该如何寻找真相呢 首先 我们要学会避免被他人误导 作者建议 当我们发现政客 营销人员 媒体从业者想要误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直接提出质疑 要求他们做出澄清 不要给他们留下可以打马虎眼的空间 当我们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一些有能力核查事实的组织 向他们寻求帮助 其次 我们也应该避免自我误导 学会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事物 在听到一则消息时 不要急于相信 而是主动去寻找几个不同的信息渠道 争取能从更多的角度对消息加以分析 进行核实 最后再综合起来 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以上就是后真相时代的解读 正如哲学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说 我们越是知道 更多的眼睛 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亮同一个问题的 那么对这个问题 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 就越会完整得多 刘勤老师在专栏 《西方现代思想》里有一段话 了解到不同视角中 有着不同的真相 不是要让我们和他人划清界限 而是邀请我们 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 倾听 理解和学习 面对说谎的真相 谁能借我一双会眼呢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